欧洲部分这个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在我们讲欧洲部分的时候 我们要讲到他办了什么事情 欧洲在2011年到2012年 在中东地区推动的时候 阿拉伯之村 以及北非与中东之间推翻起当地屠宰者的活动 让民主西方式的民主 不断的输入到这些地方 那这些地区除了突尼斯之外 突尼斯这个地区之外 其他的地方到现在还是战火瓶人 都还是一样轰炸会来 还是一样任何的你机枪会在旁边扫射 到现在都是 各位我们身处的亚洲 我们身处的现在国家 你能上YouTube的 现在其他国家还是饱受战火侵袭 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 只有我们身边的事情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统治者不想让我们知道 他只要让我们困在圈圈里面是最好的 但是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自己知不知道 就像老师一开始有人跟老师讲的 你是不是应该讲讲你自己的本质 我的本质是让各位明白事理 好吧 所以说推动这些阿拉伯之村 推动这些北非地方的推翻独裁者运动之后 当地的文化水准并不高 坦白说 你让他们推翻这些独裁者之后 他们所建立起的民主 就是培养财狼的方式 来掠夺了他们这个社会上的资源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想要当王 而我文化不高 我们不用商量 我们看谁全球大 谁打赢就是谁的 那这样子民主制度能建立起来吗 这样民主制度 当你少一个独裁者之后 你建立了10个新的独裁者 为什么 大家都想当唯一的独裁者 那么 就产生了很多东西 叫什么 叫做难民 战乱之下必有难民 当这些难民 因为欧洲的一个民主制度 大家憧憬 你欧洲 原来跟我讲 社会可以这么好 那么 今天我国家发生战乱了 不好意思 既然是你告诉我 可以这样子 那么我去欧洲 我去欧洲生活 成为你的子民 可以 寻求他们的民主推动者的怀抱 对不对 欧洲除了德国之外 大部分都是坚守他们的国境政策 拒绝了难民的进入 意思就是 我可以毁了你的家 欧洲对大量的利比亚难民 利比亚的国家进行的空袭 我可以炸毁你的国家 我可以杀你的百姓 炸毁你们国家跟社会 但是 这个就是我所给你的民主跟自由 但是你不可以来我家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国境 你不可以来 你应该回去你们国家 虽然我把他炸了 对不对 但是这是你应该是来的 民主自由是神圣的 但是 我可以拒绝你进入我民主自由的 国家的自由 不是吗 自由这两个字 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因人而异 每个方法都可以解释自由 不是吗 我们可以把我们人类 一直可以把这口喊得很深圣 但是做出来的举动 其实又跟独裁者 有什么两样呢 而可悲的事情是 希腊 在希腊有一个专门收容难民的一个小岛上面 原本只规划 好了 你要难民来可以了 我这边就盖一个难民营 你跟我的军民要分开 也是合理 因为大家习惯不一样 分开也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以前大清朝 满洲人跟汉人所住的地方是要分开的 OK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这个收容所只能够收纳2000位的难民 2000个 但是涌进多少人 涌进了13000人的难民 当欧洲正忙着自己事情的时候 这些难民的人权没有人管 也没有人觉得很重要 而最可叹的事情是什么 在欧洲问题最多的时候 这个难民他有个名字叫做莫利亚 好像是莫利亚 突然燃起了大火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很麻烦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 很巧的事情就是 这个难民自己产生的大火 而且把很多难民烤熟了 但是希腊政府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两所一摊 没办法 我们现在欠债这么多 新冠疫情这么无法控制了 百国内经济就这么糟了 我怎么去控制这些难民 人权两个字 不是希腊人以外的人需要管的 人权很重要吗 很重要 因人而异 不是吗 所以说就没办法 状况之下还是得解决 怎么样 问问欧洲 大家这些人怎么办 欧盟的回答是什么 欧盟回答是 我哪知道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但是比较良心的德国 他就当然就选择说 不然你拨一些人过来 来到我德国 我这里有吃的 有喝的 有馒头 有炒面 对不对 都有吃的 但是这些难民 也进到德国之后 也不是白养着 他们德国本身也缺乏了基层的劳动力 所以说你要吃要喝 没问题 要来工作 所以德国也从这些难民里面 补充了一些基层劳动力的问题 这是等价交换 这很公平 你要得到什么 你就得付出什么 但是各位要知道 阿拉伯之村与利比亚之战前 这些难民 我们称他是难民这些人 他们原本是有自己的家 自己的社会 以及自己的生活模式 在欧美的民主欢乐宋 强制快递到他们那边之前 这些人根本就正常的生活 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 而在民主欢乐宋送到之后 这些人必须每一天留在当地的 必须每一天的期盼天空中阴霾不断 为什么这样就不会进行轰炸 而这些逃成奈民的人 就只能以泪洗面 更重要的事情是 这些难民 里面都有人染上了新冠肺炎 希腊的当地政府只能怎么样 完全封锁该区域 没有水 没有粮 房子烧光了 而且你生病了 我也不管你 这你占不管地带里面 除了什么 除了饥饿跟寒冷之外 什么都不剩下 而要他们要进到希腊 那个小岛里面 城市里面的路 完全是被封锁的 人权在哪里 各位 请问各位 欧洲引以为傲的人权 在这个地方有展现吗 他们没有选票 他们没有办法生产什么东西 所以说他们没有拥有 欧洲引以为傲的人权 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这些饥饿跟寒冷是谁带来的 不是因为天灾 不是因为地变 却是来自于人们自以为是的 神圣的制度 所造成的悲剧 所以说老师必须要告诉各位 这个难民在哪里 这个难民在希腊的哪里 他在爱琴海的北部 当海的另一端正在享用的 美味的晚餐的时候 另外一端正在享受的饥饿跟寒冷 他不会问你晚餐要吃什么 他们不用烦恼这个问题 他们也不用烦恼午餐要吃什么 因为他们只要烦恼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时候有吃的 而说到这些难民问题 老师也必须说 德国光在2015年到2016年 这两年的时间 他就接受了来自这些 第三世界的国家 或是在中东地区的国家 来了大概120万的难民申请 这120万难民 你可以去申请这难民 一旦被批准之后 那你就会有三年的居住权 居留权 那三年的居住权就看你表现了 怎么样 如果你有去自食其力 你有办法去上班 而且你有办法通过了 通过了这考试 那三年以后 你可以成为德国公民 而在三年之内 你还是可以上班 你没有受到影响 你也可以学习语文 而且德国也一样给你社会福利 那么这样刚好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德国的高老龄化 跟低生育率的问题 那些问题会造就了一些知识水水很高的人 你在政府或在其他地方工作 没有问题 但是城市里面的基础劳动力 包含了什么 老人的养护这些工作 必要性劳工 都是这些人 难民可以进去 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就可以充实他们的一个社会的劳动力 还有更多的就是什么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 这些难民的第二代也长大了 也因为这些社会制度的帮助 让他们成为了中产阶级 他们可以脱贫了 或者是他们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 这些都有可能 那这样的新活血进来之后 多了一些思维模式 比如说老师很多贵客 他就从台湾 从香港 从中国移到德国去 成为德国的公民 他们一样很努力的在德国生活 那很好的事情 只有他们的能力都贡献的给了德国 那么这样状况之下 同时也怎么样呢 同时也提高了生育率 因为社会活络性高 才让年轻人 你有这个希望 所以说我要繁衍下一代 而这些难民规划了这些新德国人 也可以是增加这些生育率 为什么 因为吃得饱了 就能够多生一些宝宝 各位说对不对 这是人类的本性 保暖是淫欲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德国因为接受了这样大量的难民 德国也是从美国以外 第二大的移民国 这个是在美国下逐客书之后 德国海纳百川 在总人口 德国总人口25%都有移民背景的 这样的文化结构之下 德国是比较能够在这次的状况之下 顶住各种的一些经济 或者是疫情上的冲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 因为你有更多人帮你想办法 更多人来帮你做这些事情 你要有人手 你要有帮人家帮你出谋县策 这靠的就是你能够海纳百川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事情上只有正面 你也有没有负面的事情 有一好就没有两好 德国内部他对反对的声音也有 为什么 因为这些难民 他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说 你给我饭吃我什么都说好 也有人好吃懒做 好吃懒做的不分国籍 不分什么界都一样 以前我老师之前谈到 变成功也有好吃懒做的人 好吃懒做的公公公婆 那么难民他也没有好事懒做的 有些人去就是不工作 不工作 可是你要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抢去偷 对不对 这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许多暴力事件 或是不法的社会问题 跟难民有非常大的关系 而让他们的原住民 产生了非常不满意的地方 什么是原住民 就是土生土长的日耳曼民族 他们非常不满 在这种压力之下 德国总理梅克尔 在难民称作梅克尔母亲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专门接受这些难民 然后帮他们有吃有喝 带小孩之类的做法 说真的梅克尔也只能从善如流 记得从善如流 说什么 血减这些难民进入的数量 原来你可以说几十万的 然后下载到成十几万 原来你可以说短时间之内 你可以来让你的亲属 从他们原生果 因为你逃过来了 你有稳定的生活 你要把你家人接过来 那现在的数量大幅减少到 可能每年只开放一两千个 就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人权 民主自由 它是真的能够驾驭人类的私心吗 各位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而这次的新冠疫情 德国的经济成长 也是硬生生的降低了9.7% 9.7%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 对于低成长的 已开发国家来讲 因为已经开发 它不可能有爆炸式的成长 对不对 像这样子一年的9.7%的负成长 就几乎已经抵消了德国 近十年以来的经济成长 十年 一年都给你们吃掉了 对不对 而原住民认为 这个是什么原因 当然都是难民害的 怎么样 无论是民主自由不爱的人权 都没有办法理性的 来够抵御住了民粹 无论是德国 无论是意大利 无论是希腊 无论是法国 更遑润于美国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的民主自由它很香 但是民粹的味道 也是很浓烈的 他甚至有可能盖过了 原本这些先烈 所建立的自由民主不爱的精神 就能够覆盖住他们 而当然也会有人说 这些难民 应该把他遣返到他们自己国家 他们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就像特朗普说的 他要盖了一个伟大的墙 那些哪里来 就哪里回去 但是各位要记得 他们那些人 那些难民的国家跟社会 已经被欧洲跟美国的军队炸得差不多了 而剩下来的政府 也不断的接受来自于欧美的军火供应 每天的不断的欢乐的内战中 你打过来 我打过去 我们这时候 我们可以大声讲一句话 自由民主万岁 您说是吗